啊?不会作曲哦?我也不会耶 我倒用抄的 贝多芬可以随便抄 莫扎特可以随便抄 采可夫斯基可以随便抄 收解文不要抄哦 我们会在其他单元里解说什么可以抄 今天会使用 Audesty跟LMS这两个免费卡源软体 来制作片头听到的音乐 使用的设备是 回收来的Mac mini 2112 和Rolling 16做业系统 创作音乐要先取得素材 取得素材的第一种方式是外包 可以跟人买 可以雇人来做 也可以去网络找公共授权的素材 第二种取得素材的方式是录音 可以利用Audesty这套软体 把自己演奏乐器或唱歌的声音录成素材 录音的第一步是 可以设定从哪个设备来录 我们等一下会使用Snowball 所以这边就设定Snowball 第二步是看自己需求 可以产生一个节拍器轨道 来辅助我们演奏乐器或调整唱歌的速度 第三步按下录音键就可以开始录了 这不是现场演奏 所以我们可以重复录到满意为止 都满意之后就可以输出成素材 可以存在OGG或WAVE格式 第三种取得素材的方式是下指令给电子乐器元奏 也就是所谓的MIDI MIDI指令大概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是设定控制器的值 第二类是通知乐器在什么时候要谈什么音阶 谈多大力 啊这是给人看的吗 这当然不是给人看的 所以我们要靠软体来帮我们把人类看得懂的格式翻译成MIDI程式 LMMS就是这种功能的软体 第一次执行的时候要做一些设定 最重要的设定是SF2音色库的路径 其他重点我们会写在下面的说明 方便大家参考 重新执行后我们可以先试听一下测试档案 如果声音跟示范影片不一样 可能要回去检查设定有没有问题 确定设定没问题就可以开始创作音乐了 有个音波图案的按钮是用来加入我们外购或是自己录制的素材 要使用电子乐器就从乐器库里拖出想要的乐器 然后调整乐器参数来设定音色 如果不会调整参数也可以从我的预设这里使用别人已经调好的参数 之后我们会在其他单根底好好玩虚拟和实体电子乐器 音色调好之后就可以来开始编辑MIDI程式 像这样用滑鼠拉一条线就可以代表什么音接要什么时候弹 弹到什么时候结束 音乐调好之后 然后可以在下面设定每个音阶要弹的力道 常玩游戏或常剪片的人应该会觉得滑鼠的输入效率很差 所以我们也可以去买这种MIDI控制键盘来帮助我们编写MIDI程式 请键可以直接输出开始、结束、音阶、力道四个参数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有一个事先插好的段落 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太麻烦而想放弃 其实有更简单的编写方式 因为有的乐器它只是负责和弦伴奏 整首乐曲都一直在重复 或是路上常看到的一种军乐队 整首乐曲都一直在重复 这种乐器我们可以用截拍轨道来简易编写MIDI程式 一样先从乐器库后我的预设里选择想要的音色 这种 lifted까지分配就讲ere简化 英语成语上分配的音色 ith着你站好 轻微卖探尬 哪一样 刚才不会有个体验 ホ dels部分 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刚才有提到还有一种MIDI程式是设定控制器的值 我们来示范一下像电影里的DJ 手一直前前后后出来戳需要怎么做 先打开一个自动控制轨道 然后画出我们想要的控制曲线 换好之后就可以按着Ctrl 用滑鼠绑钉我们想要的控制器到控制曲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创作的最后一步就是上特效 我们也会在其他单元里好好的玩效果器 今天我们先来加一个等化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全部调好之后就可以输出我们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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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之后大家都可以享受创作的乐趣 也不会被授权问题给困扰 像我们这种捡回收电脑来用的人 也不用再花比硬体贵好几倍的软体授权费了 我们本来过去这种东西里的动作品了 我们下期待在这里的时间偏凡天 好多个视频 我现在有个就会冷击 importantes 是不停的 这种东西的动作品了 我们下期待在这里就会有点免费放入